大家听说过康奈尔学习法 冠金交叉学习法 闪卡和剑格学习法 那顶流学府的学生是不是都有天才纪念 或者就是老天赏饭吃会读书 好,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才能考进 北大、哈佛、斯坦佛这些顶流名校 好,回答是我们是肯定考不进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大脑思考和学习方法 是完全不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 像哈佛天才一样学习 用五套方法改变我们的习惯 建议要考试的朋友 孩子在上学的朋友 准备读NBA或者进新行业的朋友 都要看一下 我读了一份2016年发表的 一份跨越45年的研究论文和衍生文献 内容非常多 还没有彻底的读完 题目是如何培养天才 他讨论的是如何培养激发我们普通人的学习潜能 加速我们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嘛 这份报告讲的内容是被哈佛大学作为方法论 放到了一部分基础教学里面 我们经常把一些顶流学府的学生给升华 觉得他们天生会读书 会学习 还拥有天才基因 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误解 他们的成功关键不全是天生的高智商 但是也有万分之一的人 也不是每日每夜的疯狂用功 而在于他们自己都有一套很科学 很聪明的学习方法和流程 不是美苦硬吃 其实人生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好的方法会让他们对学习的理解 比普通人更加透彻 就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说的 就如果你无法简单的解释某件事 说明你的理解力还不够透彻 学校不会跟我们一辈子 但好的学习方法会对我们终生有益 接下来正餐开始 告诉大家哈佛学生最常用也最实用的第一个方法 康奈尔笔记法 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记录方法 因为它不仅记录知识和上课的这些内容 还强迫我们快速的回忆和快速的复习 好 先将一页笔记分成三个特定区域 第一 右边区域记录上课或者材料里的主要信息 第二 左边区域记录关键问题和简单的提示 我们复习的时候 可以盖住右边区域的笔记 只看左边区域的问题和提示 然后主动强迫回忆 加强有效记 第三 底部区域写简短总结 这个总结要用我们自己的话来写 最后用左边提示和底部总结 快速的回顾整个核心的内容 这个笔记法的好处是 它能加快学习效率 强迫在记录的时候 我们就积极思考 而不是一直的被动超超超超超 第二 简化复习的过程简单高效并有针对性 好 第二个方法 闪卡和学习法 这个是我之前在工作和学习当中经常用的 非常管用 所以这个被学生称为健忘症杀手 它可以保证记忆长期留在我们的脑袋 根据数据调研 我们大部分人今天学的内容 7到10天一定忙得干干净净 那怎么记 好 根据哈佛学习资料 首先在固定时间内 我们要形成一个规律节点进行复习 10天为一个复习的循环 第一天 第三天 第六天和第十天 进行固定的重复复习 第二 一天内的循环复习 通过不同方式多次接触知识点和材料 阅读 大声解释 听录音 写下来 用这些方式在脑袋里建立强的链接 好 重点来了 以上两个都要结合这个来进行闪卡核 这是个学习系统 正面写问题 背面写答案的卡片 这个卡片按照掌握程度 或学的时间先后来编上号 然后把这些卡片分到三个盒子里 盒子分成每天 隔天 每七天 三个 复习的时候 我们从第一个盒子开始 一个盒子里面所有卡片 全部答对 才能到下一盒 只要答错 就退回到七点 重新开始 有点残酷 但确保记得非常了 这个方法用实体卡 或者分组变迁纸都能模拟 好 第三个方法 主动回忆法 哈佛·肯尼迪学院没用过这样的方法 因为最常见的误区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填鸭式阅读 和我们喜欢经常看书的时候画出高亮的部分当重点 这种方式让我们觉得我已经记住了 其实是全是假的 主动回忆法强调把信息和知识点从大脑里面强行拉出来 这个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步 空白回忆法 只要课程一结束 我们立即要在一张空白页上写下能回忆出来的所有内容 然后检查遗漏了哪些部分 然后不停地重复这个过程到全部 第二步 自我提问测试 在完成空白回忆后 自己在每一次再写下五个关键问题 注意提问是自己处理 在不看前面写的笔记的情况下 凭记忆回答这些问题 再次不断测试 再重复 直到全部 当然这个两步可以借助上面讲的闪卡核的方式 那最后第三步也可以采用费曼教学的延伸 当做完上面两步之后 我们第三步试着向任何物体解释刚才提问的这些答案 比如像空气 家里人 或者像我们的猫狗啊墙壁 这个学习法的好处是 一是强迫大脑检查知识 储存知识的神经通路会得加强 第二个 让大脑重建记忆 不单只是识别记忆 第三是诊断漏洞 看到底自己记住了多少学习的东西 好 第四个方法 冠军交叉法 这个方法来自于体育行业 培养冠军的训练的衍生 是非常优秀的模拟考试和比赛的方法 好的运动员 不可能花一天时间只练习罚球 他们会交叉 练运球 传球和模拟比赛 让训练更加贴近于实战 所以这个学习法的优点是 训练你的大脑在不同情况下 快速切换思维和提取要用的知识 这和真实考试环境非常像 所以不要连续四个小时 只搞一个科目 或只做一个提醒 更好的做法 是在不同题之间进行切换 比如学生每天学习数学一个小时 再一小时历史 再一个小时物理 这个会让大脑变得非常有适应性 因为在考试里 你要在不同题之间进行快速的切换 所以交叉学习法 是最有效模拟考试的方法 好 最后一个第五个 我们来点脑洞的 戏剧化学习 学习就应该安安静静小声念吗 不是 如果为学习内容注入真实情绪和情感 就能激活更深的大脑记忆 这在学术中叫做大脑的边缘系统 这个系统是把情感和记忆绑在一起 大家想想为什么 我们会对初恋分手的场景 记得比公式还要老 所以学习和复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声朗读材料 甚至带着情绪 比如数学公式 我们用生气的方式大声喊出来 用骂人的状态 讲出你的英语句子 所以当你碰到非常枯燥的知识点的时候 尝试用夸张戏剧化的方式去演绎 大脑会帮我们记住这段学习表演 所以高校学习者和普通学习者的区别 不在之上 在于他们使用了一套非常科学 更聪明的方法 他们明白关键 学习在于更聪明的学 不是更辛苦的学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人生也是如此 まあ一下也订阅